诗篇96篇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 预备齐 你们要向耶和华唱信歌 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 要向耶和华歌唱 称颂他的名 天天传扬他的救恩 在列邦中诉说他的荣耀 在万民中诉说他的启示 因耶和华为大 当受极大的赞美 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 外邦的神都属虚无 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 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 有能力与华美在他胜作 民中的万族啊 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 都给耶和华 归给耶和华 要将耶和华的民 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 拿贡物来进入他的愿语 当以圣级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全地要在他面前战斗 在列邦中要说 耶和华作王 世界就坚定 不得动摇 他要按公正审判众民 愿天欢喜 愿地快乐 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 愿田和其中所有的都快乐 那时临终的树木 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欢呼 因为他来了 他来了要审判全地 要按公义审判世界 按他的信使审判万民 阿们 在天父恳求你来帮助 联名引导我们 用你的话来光照 建立我们 教导们如何在地上 过你所喜悦的生活 求主地拎开我们的心窍 带领我们按着正义分解之内的道 将你的真理传讲得清楚和明白 使你的百姓在圣灵和真理里面 蒙真理光照的时候 就能够更加认识你 敬畏你 并且在真理里面经历真正的自由 愿主祝福一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 仰望交托 完全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的圣明 阿们 诗篇96篇 它属于一组具有一致文体和主旨的诗集 也就是说它属于93篇到100篇的这样的一个诗集 那这些诗篇都肯定雅威统治全地的这样的权柄 雅威在拯救自己的百姓的同时 也实行审判列邦 那96篇呢 我们看到有这样的结构 一节到三节和七节到九节都宣告了全地 当向耶和华上帝发出这样的赞美 然后四节到六节 以及十节到十三节呢 就解释了我们如此应当赞美的理由和原因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段 宣告全地的赞美 一节到三节 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 那这里面我们看到了三重的护照 要 要 要向耶和华唱新歌 要向耶和华歌唱 然后 要向耶和华歌唱 这样的三重的护照 要 要 要 同时也伴随着三个命令 就是要称颂他的名 传扬他的救恩 诉说他的荣耀 称颂 传扬 诉说 那这里面说到了赞美的内容是以新歌的样式 那所谓的新歌并不是说每一天唱新的歌词 不同的歌曲 而是说到神的百姓经历了神的新的恩典的时候 应该不断地更新我们对神的赞美 那这里面也谈到了赞美的原因 因为耶和华的救恩 天天传扬他的救恩 也就是说 也可以说是他奇妙的作为 或者说他的歧视 那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就是谈到了上帝的拯救 上帝的歧视 上帝的作为 同时呢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这个第一段 发出 要赞美耶和华这样的宣告的对象 你们 那从中文里面看 第二人称服术 这里面是指这些蒙救赎的以色列百姓 也就是上帝恩约的百姓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也看到了 诗人向神的百姓发出呼召 让他们传扬神的救恩 称颂他的名 诉说他的荣耀 在万民中诉说他的歧视 这一点也让我们想起了 亚伯拉罕之约 上帝呼召亚伯拉罕 以及他的后裔 让他万民因他们 因他的后裔得福 也就是说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将成为祝福的源头 祝福的通路 那这个应许呢 最终在 出埃及记的时候 在西南山下再次被强调 上帝称这些被救赎出来的以色列百姓 称他们为自己的子民 称他们为 在列邦当中要做军尊的祭司 也就是说他们要在神和列邦当中侍奉 把神介绍给外邦 然后带领列邦来敬拜侍奉神 因此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世人说你们应当歌唱他 应当称颂他 应当传扬他的救恩 诉说他的荣耀 然后而且是在万民中诉说他救赎的启示 救赎的作为 所以以色列百姓 他们先经历了神的恩典 他们认识神 认识神为智大的 认识神 然后他们有责任向列邦去传扬神 第二段我们来看 四节到六节 因耶和华为大 当受极大的赞美 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 万邦的神都属虚无 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 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 有能力和华美在他胜所 这里面提到了因 前面提到了要称颂 要诉说 要传扬的责任和本分 那这个第四节就谈到了因 原因 这里面说 耶和华为大 当受极大赞美 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 这里面说到了 为独神为大 为尊 也就是说什么呢 他与其他在万神 其他的万神做了对比 唯有耶和华神是真神 唯有他是创造诸天的神 而其他的万神是属于虚无的 有意思的是 在这里面万神是 Elohim 当然我们也之前也讲过 摩西在使用 Elohim在指 耶和华上帝的时候 其实在古代静动的文献里面 他们一般是指 万神 或者其他的假神 也用Elohim这个词 但是摩西用的是 就是特指 上帝是指为 是大的创造的神 万神是Elohim 希伯来语 那这里面说 外邦的神都属虚无 虚无是Elohim 发音相似 就做了一个文字游戏 是指万神 诸邦的神 外邦的神 都是属于虚无的 来描述这个 其他的诸神都是假神 所以称为神 却不是神 唯独耶和华是真神 是至高的神 是大神 在这里面说到 唯独他是创造天地的神 那在旧约里面 我们看到 介绍以色列的神的时候 常常讲到两件事 其中一件事 就是指他创造诸天 创造万有 这个是所有古代静动 所有假神 无法相比的作为 透过神的作为 他自己显明自己是 独一的真神 因为没有任何假神 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 诗人就向 以色列百姓 发出这样的呼召 你们要歌唱 要称颂 要传扬 要诉说他的作为 他的歧视 那因为他是独一的 制大的神 他独自铺张穷仓 所有的假神 都不配承受这样的荣耀 唯独真神 才当受这样的敬畏 外邦的神都属于虚无 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 能力和华美 在他的圣索 七节到九节 第二段 发出向全帝 发出这种赞美的护照 七节说 民中的万族 你们要将荣耀能力 归给耶和华 都归给耶和华 要将耶和华的民 当得的荣耀归给他 拿贡物来 进入他的怨语 当以圣洁的装饰 敬拜耶和华 全帝都要在他面前战斗 这里面我们看到 七节发出呼召的对象 是和一节里面 你们以色列百姓是不同的 民中的万族 就是指外邦人 所以一节到六节 是向神的百姓 选民以色列百姓 发出这样的呼召 七节到十 开始就向民中的万族 也就是向其他的列邦 或者是外邦人 发出这样的呼召 以色列百姓理所当然敬拜神 因为神向他们显现 向他们列祖应许启示 使他们经历到 上帝的那个特别的恩典 救赎的恩典 透过神的启示和作为 让他们认识到神的伟大 他们礼拜神 神给他们的使命 呼召就是这样 传扬神 这是他们的本分和使命 那同时呢 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向民中的万族 向外邦人 也发出这样的护照 你们要将荣耀 能力归给他 都归给他 都归给他 这里面发出了 三重的命令 归给归给 将能力归给耶华 都归给耶华 将他当得的荣耀 归给他 然后前面提到的三次的歌唱 形成了这样的对称 万族为什么要将荣耀归给他呢 为什么要将能力归给他呢 这个我们可以从 以色列百姓的蒙昭的使命 和创造的目的来看 以色列百姓蒙昭 神呼召他们就要向列邦 去做见证 借着以色列百姓的见证 让他们外邦人得以认识 来归荣耀给神 那这种救赎性的目的 其实就与创造的目的是一致的 救赎可以说是一种恢复 恢复创造的目的 当亚当夏娃被造的时候 他们的使命就是要荣耀神 以神为乐 但是问题是他们背叛了神 他们偏离了以上帝为中心 以上帝为终极目的的这样的人生 所以我们称之为堕落 从堕落之后 从堕落之后 其实人们就偏离了这种 礼拜神 尊荣神的这样的创造的目的 所以救赎是对他一种恢复 那上帝恢复的时候 首先是拣选了 我们看到旧约当中上帝先向一部分人显明 显示他自己 亚伯拉安以及他的后裔 那在出埃及记 神记着摩西用大能 将以色列百姓从埃及为奴之家 拯救出来 在西乃山下一年之久 教导他们如何去敬拜 侍奉神 所以以色列百姓实际上是一个媒介 是一个祭司性的国度 前面我们也讲了 透过以色列百姓向列邦的见证 透过以色列百姓的典范 透过以色列百姓宣扬的作为 要带领列邦认识神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向列邦发出呼召 敬拜神 尊荣神 归荣耀给神 发出这样的呼召 那今天我们作为外邦人的教会 我们中国人也好 韩国人也好 其实都属于外邦 非犹太人嘛 所以 借着耶稣基督的到来 借着他所拣选的使徒和教会 门徒们 吩咐他们往普天下去 传福音给万族万民听 于是教会就蒙差遣 靠着圣灵的能力 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 向各地去传福音 我们看到彼得也是曾到哥利纽家 然后来上帝借着使徒保罗 也福音传到罗马等等 那是基督教证史当中 一些宣教的历程 还有一些遗史 我们也知道 可能是多马去了印度等等 因为喜马拉雅山 蓝族可能没有办法来到中国 总之 福音在各族当中传播 如今全球各个国家里面 有很多的民族都已经 听见福音 甚至信福音 万族都应该归荣耀给他 因为按照我们被造的目的 我们理当归荣耀给他 我们注意他的措辞 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他 都归给他 八姐要将耶和华民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 八姐说到 应当将耶和华民当得的荣耀归给他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也之前也跟大家反复强调过 所谓的归荣耀给神 并不是给神面子 或者是增加他的荣耀 上帝并非偶像 我们用泥 用铜 用铁 铸造了他之后 给他 涂上底漆 然后抹上那些 什么金光灿灿的漆色 让他看起来尊贵一些 宝贵一些 威严一些 并不是如此 我们注意诗人的措辞 要将耶和华的名 所当得的 理所当然的 应该得的 因为上帝本来就是 质大的 尊荣的 威严的 荣耀的 我们所谓的 神的荣耀 我们之前也谈到 卡布的 希伯来原文的 自根就是 分量 重量 照着上帝的分量 照着他 应该成数的尊荣 我们去代他 我们说 所谓的做神学 其实就称神为神 认证他为神 照着神所示的 去代他 神本来就是尊荣的 我们理所当然 将他配得的 尊荣 赞美 歌颂 礼拜 归给他 所以在这里面说 要将耶和华的名 当得的荣耀 归给他 这是 所有按着神的 行现样式 被造的人类 理所当然 应尽的本分 当我们不再 以这个目的 去生活的时候 实际上 就是一种 悖逆 忘恩负义 或者是反叛 所以 救赎 上帝先拣选 以色列百姓 透过他们 向立邦 做见证 传扬神的作为 然后呼召万民中 神的百姓 来 礼拜神 就是要透过 救赎的作为 恢复那个创造 人堕落之后 所丧失的 那个创造的目的 荣耀神 尊荣神 因此在这里面 向列祖 万族 发出这样的呼召 将能力荣耀 归给耶和华 归给他 将他当得的荣耀 归给他 而且这里面提到了 拿贡物 进入他的愿运 前面说 荣美 华美 在他的圣所 那 学者们认为呢 96篇的背景是 是 历代之上 16章 那里面讲了什么呢 就是讲到 以色列百姓 因着堕落 违背神的旨意 所以神也废除了 以利加 侍奉神的这样的 做祭祀的权利 所以当时 以色列百姓和 非力士人打仗 他们就害怕 然后他们就 以拜偶像的方式 他们因为不忠心 所以神离弃了他们 遭受非力士人的估计 但是他们却为了得胜 迷信式的 讲约棍 约棍抬到 他们的军中 会中 结果不但打败了 而且他们的约棍 也被掳去了 所以后来呢 神就击打非力士人 结果让他们 把约棍又重新送过来 后期呢 大卫做王之后呢 就有心把约棍运回耶路撒冷 所以第一次运失败了 牛师前提 乌萨被击杀 他就害怕 就不敢 然后约棍一直停留在 俄别以东家 后来他就起意 重新要把他拿过来 所以就在这个情况下 他从俄别以东家 迎接约棍 进入到圣城耶路撒冷 放在那个账目当中 这样的情况下 他们就追溯上帝的荣耀 上帝如何恩待他们 上帝如何拯救他们 理所当然的 将尊荣能力 上帝救赎的作为 应该享受的荣耀 归给神 所以他们在这里面谈到 因此呢 在这里面提到了 进入他的愿语 到神所指定的 这是旧约的处境当中 上帝定的时间 上帝定的方式 上帝定的场所 来礼拜神 来朝见神 这是应该的 而且说到 拿贡物来进入他的愿语 在旧约里面 上帝在西乃山下 已经教导他们 献祭 祭祀 首节 节期 各样的制度 如何去礼拜神 按着神的方法 方式 因为我们是罪人 所以我们要献上 番祭 赎罪祭 赎千祭 为自己的罪赎罪 因为我们领受 诸多的恩典 所以我们应该 还愿 献上平安祭 等等 感恩祭 等等 来尊荣神 所以我们看到 在这里面 献上贡物是 礼拜不可或缺的 要素 那在这里呢 我想补充 做一下强调 今天很多基督徒 在争论 纳不纳十分之一的问题上 常常寻求圣经的 答案 来试图解决 其实当我们在困惑 是不是该纳十分之一 这件事情上 我们已经错了 已经错了 第一 有的人说 这是旧约的要求 律法的要求 属于礼仪律 所以应该废除 其实我们从恩典的量 和真理的量的程度来说 旧约里面要求十分之一 那么新约的圣徒 其实应该全部奉献 当然这个意思不是说 要像使徒新传里面 那些圣徒们蒙恩之后 将自己的家产卖了 都交给使徒 那样的做法 全神奉献 而说罗马书十二章一节 到四节里面提到了 我们既然蒙了恩 就应当将自己整个生命 献给神作为活祭 旧约是献上死的祭物 新约是整个生命 都归给神 还给神 让神在我们身上 做王掌权 我的一切都归给神 包括我的财物 所以严格来说 新约里面的礼拜 比旧约的更严格 因为虽然废除了礼仪的形式 但是我们发现礼拜的精神 在上帝面前 应该照着神所示的尊荣 去尊荣他的这个精神 这个要求并没有降低 并没有印着恩典的缘故 这个对神的礼拜的标准 就降低了 并非如此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拿贡物来献给他 礼拜神的时候 旧约里面说 不可空手朝见神 不管是为了自己赎罪的问题 我们新约已经 耶稣基督来了 我们不需要在县上 牛羊鸽子赎罪了 但是物质的奉献是必要的 物质的奉献是必要的 甚至我们看到 基督教历史上 有一些牧者 或者是学者称 当你的钱袋子 没有悔改的时候 在钱袋子上 没有悔改的时候 实际上这个人 他的悔改是值得怀疑的 那这样讲 并不是为了忽悠人家 奉献到教会 好像教会的目的就是盯着人的钱 带着不是这个意思 因为我跟大家讲这个 我也可以坦然无惧 因为我的生活费 根本不是靠大家的奉献来维持 所以我也没必要有压力 去催比大家多奉献钱 但是当看到大家的礼拜和信仰的时候 我觉得有必要提这个 就是上帝值不值得我们付上一切 照着他应该受的尊崇 尊荣去对待他 这个是问题 比起我们奉献多少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心态 因为我们奉献多少物质上的态度 反映了我们对神的态度 所以当我们争论 十不十一的时候 其实不只是十一 全部都是神的 所以十一可以训练我们汉族人 特别是汉族人 破除我们对物质上的捆绑 我们汉族人 因为长期受贫穷等等的生活 包括节俭的这种概念 攒钱的这种概念 虽然从生活上勤俭 节省攒钱是好的 但是从信仰的角度 我们汉族人呢 往往在物质上捆绑 要比朝鲜族人 比韩国人更严重 更深 从某种程度 我们看到朝鲜族人 韩国人比较生活 比较乐天 他们可以随意地去花钱 去享受 去快乐 那我们看到觉得有点奢侈 或者说不过日子 但从另一个程度呢 他们在物质上 不至于太多的被物质 看中物质 或被物质捆绑 他们觉得物质是为自己效力 自己活得开心更重要 那我们汉族人不这样 所以从某种程度来说 汉族人看中攒钱 节省 适当地安排自己的财物 这个是可称赞的 但是内心深处 对物质的捆绑和依赖 或者说物质 财富对我们成为我们的偶像的那种 严重程度 可能要比朝鲜族人或韩国人 要严重得多 因此我们汉族人也常常在这个奉献的事情上纠结 按幕会的角度来看 10个朝鲜族人的教会的奉献 可能比20个50个汉族人奉献的还要多 那我们不是说教会以奉献多少来判断 但是也就是说这种现象 两种不同的民族的人的 不同对待物质的态度 汉族人想比朝鲜族人或者韩国人 我们在物质上的不自由 可能更加严重 所以对这个问题来说 我们有必要提醒大家 就是大家虽然是留学生 甚至有的人是工作的打工的 我们自己常常有一种贫穷的概念 就是假设自己我是留学生 所以我没有钱我就不奉献 其实这个是完全我们自欺欺人的借口 你在留学生你自己还打工吧 对不对 你在留学生你也坐公交车 对不对 你坐公交车刷一个卡 不换乘的话1500韩币 然后你自己也会偶尔去吃个大餐 什么吃个烤肉吃个自助餐 吃一顿饭花一万五两万三万 也不心疼对不对 那你朋友结婚的时候 你去赶礼还上礼五万十万的上 对不对 那你为什么礼拜的时候 第一你不奉献 第二奉献的时候 奉献一千两千的 什么意思 你一千两千去给你朋友上礼 结婚上礼的时候 你上去拿不出手 你觉得丢人 但是你为什么来礼拜的时候 竟然拿一两千 在你心目当中就是小钱 也就是坐个公交车刷个垮的那个钱 你礼拜的时候去奉献给神 也就是说你这种做法实际上在泄满神 在羞辱神 当然你说你奉献凭自己的心 那么你的心里面 你对上帝的认识也就不过如此 你心目当中的上帝还不如你朋友的面子 你给你朋友上礼 你还觉得上了一两三万 觉得不好意思 拿五万块钱 这个不是你经济能力的问题 是你内心当中对神的态度的问题 你有没有照着神应该受的尊荣去尊荣他 你有没有想到你的生命也是神给的 不用说耶稣基督为你死 赎买你的罪 让你获得永远的生命 你这个人生命活着 呼吸心跳 脉搏在跳 血液在循环 能够喘气 能够作为人 两脚站在地上 像个人活着 这个本身生命就是上帝赋予的 赋予你生命的上帝 却不值得你更加尊重他 对待他 连朋友的婚礼都不如 所以可见我们今天对神的认识和敬畏 远远 差得远了 可悲的是今天很多基督徒 过着这样的信仰生活 然后还以为自己为神付出了很多 你看我礼拜天也来礼拜 然后我又做这个做那个 但是问题是 你在物质上的态度 已经反映出了你对待神真正的态度 所以弟兄姊妹 很多的时候我们 总是愿意做一种不牺牲的信仰生活 不牺牲 不付上任何代价的所谓的侍奉 这是大错特错 任何侍奉 礼拜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所以弟兄姊妹 上帝呼召这些民众的万族 让他们来朝见神归荣耀给神的时候 包含着贡物 包含着贡物 虽然这是旧约的背景 但是旧约礼仪律里面 虽然形式上废去了 但礼仪律里面没有废去礼拜的精髓 所以今天礼拜的时候 我们特别是新教 特别是改革宗 礼拜的一个环节就是奉献 没有物质的奉献 它就不是个完整的礼拜 所以弟兄姊妹 这是教会历史当中 也有这样的传统 也有这样的传统 因此我们有必要反思 今天我们的生活 到底我所认识的神有多少 我对神的敬畏有多少 对神的尊敬有多少 为什么我们今天在礼拜的时候 我们的态度 我们的奉献 对神表现不出来 好像上帝不值得我们那样尊重他 在社会上也有这样的孩子 孝敬父母 所谓的孝敬父母 过年过节回家看看父母 结果两手空空地回家 给父母都不买礼物 那你说稍微有常识的人 心里真正有父母的人 他就不会空手 他一定会买一些 他的经济能力里面 觉得能够表达 他对父母最大的敬意和诚意的礼物 他就不会随便买 买几包拉面 买几包挂面 然后就吵吵聊聊就糊弄自己的父母 一旦他知道父母养育他之恩 他就会愿意表达最大的诚意 按照他自己的经济能量力量 去买最具有代表诚意的品质上 价格上能够足以表达他诚意的这样的效益 虽然父母不在乎儿女的什么钱 东西多少 但是说实话 你已经有经济独立了 你已经赚钱了 如果你回去看父母 还是两手空空的 或者反过来 总惦记是从父母那里拿点什么 得着点什么 那你这个人就说不好听 就是畜生 连正常人的一些心智都没有 价值观都没有 连正常的伦理道德都没有 常识都没有 那父母养育你一大痛 你不值得你这样的去 你已经独立赚钱了 不值得你去在物质上付出代价吗 所以弟兄姊妹同理 我们对于我们天上的父 虽然他不吃什么香品 不需要吃水果供品 但是他要求的礼拜 特意是借着这种物质的奉献 去试验我们 所以物质的奉献 表达了我们对神的 真正的恩典的体会和认识的程度 当我们在物质上 我们特别看到旧约以色列百姓 常常在礼拜的事情上失败 要么他们就是将神给他的祝福 拿去侍奉偶像 五花锅饼 葡萄干 去供偶像 这是赫西亚书里面所反映出的神学 以色列百姓背离神 不敬拜真神 敬拜偶像 那还有一种礼拜腐败呢 就是表面维持着在神的面前的礼拜 但实际上他们线上都是残疾的 瞎眼的瘸腿的赐品 也就是说上帝在他们心目当中已经被他们藐视了 结果他们的礼物 残疾的牛羊牲畜 已经代表了他们内心当中对神的那种价值的判断 他们没有照着神所示的 应该受的尊敬 尊敬他 敬畏敬畏他 所以上帝说 你们这些礼物献给你们的官长 他们尚且不约纳 你们为什么来献给我呢 可见这些人是献上虚浮的祭物 来亵渎神 来藐视神 所以今天的新约的弟兄姊妹 当我们读到旧约的一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不要把它只是当作过去式 已经废去的仪式 是的 有一些仪式是废去了 但是这些仪式本身反映出了礼拜的精神 我们以最大的诚意 不只是用我们的嘴去称颂神 用心理去敬畏神 当我们心理敬畏神的时候 我们当然要在物质上 也愿意将我们看为宝贵的财产 用在神所喜悦的事情上 礼拜当中奉献金 像我们最起码有什么十亿奉献 我们收入的十分之一 每个月或者怎么样的去奉献 还有就是我们每一次礼拜要奉献 除了十亿奉献之外 我们礼拜的时候 因为礼拜奉献 金钱的奉献是礼拜的一个要素 没有金钱的奉献 就谈不上礼拜 所以每个周你要定下来 你要献上礼拜多少 有些同学献一千两千 当然虽然是这个没有人强迫 但是我说按照现在韩国 留学生的生活水平 一两千反映出了 你对上帝的诚意不够 诚意不够 你自己吃一顿饭都花一万 一万五两三万去吃 为什么在神的事情上 在礼拜的事情上这么小心呢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可责备的事情 唱诗的时候说什么感谢神的救恩 创造 奉献的时候就拿一两千 这种可能上便利店买东西 雪糕 一般的雪糕 可能也就一千左右 几百块钱等等 买就是这种小钱 我们人都觉得是小钱的东西 你去来奉献 你不在羞辱神吗 所以弟兄姊妹 大家一定要郑重 不要掉到自己虚妄的 那种自以为是的信仰里面 好像总觉得自己信仰很好 似的 这个给神很大的面子似的 其实你仔细反省 我们自己的信仰生活 我们很多的时候 是在倾见神 没有照着神所示的去尊容神 很多时候用我们所谓的礼拜 在羞辱神 所以我们要在这个方面 要重新打起精神 反思自己的信仰到底怎么样 我盼望当罗马书讲完了以后 我想跟大家讲一系列 关于礼拜的这样的真理 什么是礼拜 为什么要礼拜 我们该如何预备我们去礼拜 等等 这是非常重要的 发现现在很多基督徒 对礼拜没什么概念 不知道如何去敬畏神 所以我们应该在很多的事情上 操练我们去敬畏神 所谓的敬畏神 应该圣经里面常常说 这百姓就忘记神 什么叫忘记神 他们是信神的 但是他们的思想当中 常常不考虑神 这就是忘记神 不纪念神 所以当你来到教会礼拜之前 你思想礼拜到底是什么 如何礼拜 是吧 来到教会里面奉献的时候 你要思想 为什么要奉献 我奉献多少 合不合意 根据我的经济能力 根据神给我的恩典的量 我这样奉献合不合意 在社会上这样做的话 是怎么样的 这是应该思考 对不对 所以时常带着意识去思考 训练自己学习敬畏神 一个常常忘记神的人 你指望他在神 敬畏神的事情上 长进是不可能的 你不要指望像路德一样 突然哪一天雷劈到自己 身上的时候 突然在醒悟 悔改归向神 不是那样的 应该平时在思想当中 纪念神 想到默想神 神是怎样的神 神是何等伟大神 我这样做的话 按照一般社会的常理 是不是尊敬 既然在一般常理当中 都是不尊敬的行为 为什么我用这样的行为 去对待神呢 这种思考就训练我们 在小的事情上 去敬畏神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 世人向以色列百姓 发出护照 世人也向列祖 外邦人发出护照 去礼拜神 去称颂神 去敬畏神 不仅在物质上 而且九姐说 当以圣洁的装饰 敬拜也有话 圣洁的装饰 这个得也可以翻译成 当以圣洁为装饰 也就是说 我们不只在心里面 尊神为大 我们礼拜神的时候 应该献上物质的奉献 在金钱上 侍奉上帝 或者说积财于天 虽然我们不能说 把奉献当中一种投资 但是圣经鼓励我们 积攒财宝在天上 用必朽坏的钱财 去用在属灵的 永恒的事业上 这样就属于 一种属灵的投资 虽然用短暂的时间 人生虚无的钱财 却做有价值 有意义的事情 这是一种属灵的投资 人生的投资 那不仅如此 还说到 我们应当以圣洁为装饰 这个圣洁不只是 单单的指 道德上的纯洁 当然包含这一点 更重要的是 圣经里面圣洁的概念 是指分别为圣 我虽然活在这个世界 我却活着一种 不效法世界 我虽然活在这个世界 我却遵行优化的话 过着一种 与世人不同的生活 我的追求 我的价值 我的想法 我生活的原理 都按照神的话 去生活 那么以这种圣洁 分别为圣 顺从神的衣服 作为装饰 作为衣服 来敬拜神 所以这是最本质的敬拜 最本质的敬拜 就是全身心的 去遵行神的旨意 遵行神的旨意 照着神所示的 祂是主 我就要 侍奉祂为主 祂是神 我就应该 凡事上 遵行祂的旨意 所以全地都要 在祂的面前 战斗 战惊 人在列邦当中 要说耶和华作王 耶和华作王 不仅他创造万有 万有都属于他 他也继续统治 护理这个世界 所以世界得以维系 我们之前也学到 上帝的护理的时候 上帝利用律法 审判的威吓 罪的结果 报应 来威吓震慑人 让人不至于 随着自己的心意 进行他一切的恶念 心里面产生恶念 因着惧怕 不敢行 就行出来 这就是限制人犯罪 在实行统治的某一个层面 去限制社会性的恶发生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看到 因着神的作王 世界得以建立 他不仅是维持 世界的秩序 他也维持社会的秩序 当然你说 现在有什么金正恩 像什么 一些独裁的 暴政的国家 这样残忍的国家 不错 但是如果上帝 不护理的话 出于智慧的护理 人类社会可能 会更加邪恶 所以这种程度 已经在神的护理当中 已经降低 很大程度的邪恶了 但是同时 上帝和护理 为什么允许 这样的政权存在 上帝可能是 借着这样邪恶的政权 去报应 那些愚昧的 悖逆的百姓 或者是去历练 他的教会 或者说 叫我们知道 一个不敬畏神的政权 他最终 和神的国度 有什么样的差别 让我们更加 盼望那个完美的 神的统治 当人不以神为神 人自己要做王的时候 那就一个邪恶的王 让你看到 人自己治理自己 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 所以人们就盼望 那个真正公义的王 上帝做 最终做王掌权 那个时代的到来 所以弟兄姊妹 看到社会上的邪恶 第一 人的邪恶 第二 上帝限制了这些邪恶 第三 上帝没有完全 禁止这些邪恶 是出于 可能教育性的目的 教导神的百姓 或者去惩罚 那些邪恶的百姓 让我们知道 盼望那个真正的 公义的和平的王 来治理 所以世界得以监令 不至于动摇 他要按照公义 审判众民 上帝审判 也是他的王权 因为他对这个世界 有治理权 所以他有审判的特权 而且他也是按照公义审判 上帝在历史当中 也实行了公义的审判 维持了赏 善 罚恶的这样的秩序 所以甚至不信的人 他们也知道 世间有公义 有公道 恶的人一定遭到报应 这个善的人 一定得到好的报应 那这个谁报应呢 其实他们虽然不清楚 但是神在做王 上帝是公义的 祂是世界的王 祂也一定会按照公义来治理这个地上 过去历史当中 神在实行审判 将来最终 末后的日子 上帝最终要实行的末日的大审判 愿天欢喜 愿地快乐 愿海和其中 所充满的澎湃 愿田地和其中 所有的快乐 愿林和林中的树木 在夜花面前欢呼 这里面说 天地海 田 林 上帝所创造的各个领域 天地海 林 树木 都在澎湃欢呼 为什么欢呼呢 因为他来要审判世界 最终神要审判世界 那么这里面 自然界都在欢呼 等候神的审判 都在称颂神 所以我们说 自然界存在本身 就是在彰显神的荣耀 整个宇宙是神 彰显神荣耀的大剧场 但是自然界因着人的堕落 也承受了咒诅 所以罗马书八章里面提到了 他们也在叹息 等候神儿子的显现 就是得着儿子的名分 将来基督在灵的时候 实行审判之后 一切都要被更新 这个世界也要被更新 所以脱离罪的任何的瑕疵 因为他来了 他要审判权地 按公义审判世界 他的审判信 他要按着他的信审判万民 照着他的真实 照着他的真理 照着他的公义审判 所以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看到诗篇 九十六篇 在呼召我们去敬拜他 去称颂他 照着他所示的 他的能力 他的华美 他的威严 他的尊荣 去将荣耀能力归给他 这是所有受造物 所当尽的本分 更是按照神行性样式 被造的人 应该具有的本分 也是我们的人生目的 终极目的 也是我们的幸福所在 当我们真正荣耀神 为着神的荣耀而活的时候 才实现我们作为人 真正的价值和幸福和快乐 我们的幸福不在神之外 在神的里面 不但如此 上帝救赎我们 恢复我们 也是为了如此 让我们重新回到 创造的目的里面 所以我们应该去追求认识他 更多的认识他 更多的去知道他的尊荣和威严 经历他的大能和作为 所以应该在生活当中 以我们的诗歌 以我们的态度 以我们的物质 以我们的顺从 来侍奉他 来照着他该受的尊荣 去尊荣他 该受的荣耀 去荣耀归给他 所以以色列书也说 你们称我为父亲 尊敬我的人在哪里呢 你称我们为主 敬畏我的人在哪里呢 牛认识主人的草 驴认识主人的棚 但是我的百姓 竟然不认识业务 所以弟兄姊妹 这是对人类 何等严重的控告 我们还不如动物 所以我们活着 不应该像动物那样活着 应该活出 神荣耀行献样式 在神的恩典的话语的里面 认识神 照着神所示的去敬拜他 这就是礼拜神 归荣耀给神 祝神祝福大家 我们这个时间一起来祷告